《董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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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 在這一屆董事任务 股東大會的時候 股東大會之後 我就退休了 我不會再續任下一屆的董事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宣布裸退 企業界除了推崇他對台灣經濟的貢獻 也分表達不捨 他對台積電的服務到了一個段落 但是我們對半導體界 台灣和全世界都期望 他退而不休 尤其是台灣 我想以他的經驗 常常出來跟大家講一講 他的新看法 他的新學習 這個對我們台灣半導體產業 會有巨大的幫助 育創董事長盧超群說 張忠謀退休後 可享受輕鬆生活 也許打橋拍 也許在各個國家旅遊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希望 我也認為張董事長 一定會記得台灣 記得台積電 另外南亞科總經理李培英 也稱讚張忠謀式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導航者 確實是對整個國家的經濟 對整個產業的發展 有很正面的帶動 我希望能夠祝福他跟他的家庭 退休愉快 動新聞綜合報導 蘋果環境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市集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 台灣蘋果日報APP